今天晚上我們會去屯門新開的鐵板燒 這裡很立刻包場慶祝生日 而且是小店經營 圍著10個位置 今晚我們會吃這個二人套餐 998元有飯 和廣島蠔 蠔一開始已經沾上麵粉 然後再煎 而且也有一堆炒雜菜 當晚只有我們兩個人 所以好像包場一樣 第一碟蠔的配料 就展示給我們看 特別想說蒜蠔很好吃 它不會有很濃的蒜蓉味 然後看到廚師先把煙肉炒好 再加蔥 一起做一個配料 這裡是我之前經過去做抹茶 經過看到有這間餐廳 然後我覺得它全晚最值得讚的是它的蠔 因為我本身不知道吃的 但它將蠔煎到兩面很香脆 然後加上牛油更香 還有它再加上上面的一些半碟 所以是很好吃 之後我自己是覺得它的蠔 很飽滿 還有很大粒 但又不會有很腥 或者其他味 然後扇背方面 用背殼加入調味料 這個我覺得正正常常 甜甜 我覺得全餐是覺得這個扇背的調味一般 然後有茶蒸碗 即叫即做 所以蛋是很滑 裡面會有蘑菇底和蟹柳 但味道偏淡 之後會煎香一些甜薯做配菜 平時我都很喜歡吃的 但每人就有兩粒 主菜方面就是安甲絲牛柳 可以選擇五成熟或者七成熟 個人覺得它是夠入味和juicy 但份量就不會很多 每人可能六粒牛柳 然後旁邊就有些蒜片 是魚煎炸好了加進去 之後吃到差不多廚師就開始炒飯了 有蔥粒 雞蛋 還有紅蘿蔔粒 這個炒飯我覺得是好吃的 因為它夠乾身 還有粒粒分靈 當然也加了超級多的油 我看到 上面就有一些蒜片 雜菜方面有芽菜 紅蘿蔔絲和椰菜絲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純粹是有少許麻油味 還有一個就是麵糸湯 日本必吃的 去到最後還有一個水果評判 它的擺盤覺得很搞笑 然後哈密瓜是很甜很多汁 之後它的鳳梨菠蘿 其實是多汁但是很酸的 不過我們都吃光了 我覺得這間餐廳是很適合 例如慶祝生日 或者是一些周年紀念日 甚至一班朋友開派對包場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也可以吃少許高檔少許的東西 但是有些 privacy 的私人空間 所以我們要多於私人一選擇 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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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